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李玉 四月的娱乐圈真是不太平 除了有数不清的感情瓜外 就连输钱瓜也层出不穷 前几天有不少余迹发文称 周杰伦染上赌 仅两个小时就输了一亿 事情的起因是 有网友留言 称之前看周杰伦缺钱还挺奇怪的 原来是因为他爱赌钱 几千万上亿的书 不过周杰伦自己也曾说 他确实会去赌场玩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周杰伦的这件事讨论还没过去 林俊杰也被爆出了丑闻 近日在直播间 葛思奇透露自己手中握有 林俊杰套房事件的证据 某凡事件曝光后 有博主就曾爆料 林俊杰比某凡玩得更凶 只是没有曝光出来 套房事件想逼某些网友 不太了解 简单介绍一下 林俊杰和两位女粉丝睡了 其中一位女生不知道发生了事情 在酒店里自尽了 得知这件事后 林俊杰辟谣了 而这事还没过去 一个女博主发文怒斥林俊杰 对感情不忠 虽说这一次女生所发的内容 依旧如之前那样不知所云 但还是能从其中 总结以下几个信息点 首先对于林俊杰 女生形容她为新加坡之光 有着强大的势力及背景 自己没少被她身边的人进行恐吓 甚至女生因此心情遭受重创 迟迟没有恢复 其次是林俊杰和女生之间的故事 林俊杰是一个不婚主义 最起码她对女生是这样说的 不结婚只是自由恋爱 女生累了想分开的时候 林俊杰会发信息跟女生说 自己不想分开 但当林俊杰玩消失的时候 女生的所有短信都变成了骚扰 因为没有婚姻的束缚 因此林俊杰并没有做到一心一意 而是同时交往了多名对象 但在被抓包之后 林俊杰还会解释 自己才是被欺骗的那一个 来换取女生们的同情心 此外 女生还曝光了林俊杰曾进行多人运动 但在事后女生发现之后 还会因为林俊杰的种种说辞 而对林俊杰产生心疼 导致最后道歉的人变成自己 每次吵架之后 林俊杰因为担心女生会曝光她的行为 会利用自己的视力去恐吓女生 让女生把所有话烂在肚子里 什么都不敢说 最后女生还是对自己的这段感情进行了总结 那就是远离渣男保你平安 不得不说女生最新发布的内容还是延续了曾经的风格 让网友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当然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女生中文不好 一件翻译的原因 但从中依旧不难看出 女生对林俊杰的怨恨 以及被林俊杰恐吓之后的气氛 在此之后 这名女网友曾说自己要把她知道的所有内幕都曝光出来 但断断续续半个月之久 女生依旧没有拿出什么实质证据 依旧是一些看不懂意思的小作文 难免会让网友怀疑她的真实性 甚至不少网友都认为 女生只是一个博同情 博关注 蹭热度的路人罢了 在女网友所说的所有内容里 都在强调着一个观点 那就是 林俊杰并不比其余的那些被曝光的男性好 甚至她的私生活会更加混乱 早前就有网友爆料称林俊杰私生活混乱 甚至会在结婚之后曝光所有负面消息 因此 这名女生在李静雷捶王力宏的结果眼上 爆料林俊杰和自己之间的故事 确实存在着撒谎蹭热度的可能 如果这位喊话林俊杰的女生 真的有什么直接证据的话 还是直接了当一点 不要发一些看不懂的小作文来博关注 这样下去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变成狼来了 而最近林俊杰可谓是货不担心 前几日林俊杰被曝炒房亏得血本无归了 最近有媒体称 因为虚拟货币价格下跌 全球最大的元宇宙地产销售平台的成交价中 位数下跌90% 而早前林俊杰购买的三块虚拟地产价值暴跌 原本林俊杰以12.3万美元购置了三块虚拟地产 暴跌到价值仅为1万美元 浮亏91% 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血本无归 很快林俊杰也发文回应了此事 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炒房亏本一事 而是调侃 听说最近很多人想帮我理财 还晒出了自己的钱包 想帮林俊杰理财的人肯定有一大把 不过大家也不用为亏了钱的林俊杰心疼 毕竟他可是圈内有名的富豪 仔细扒一扒他的资产就会发现 亏的这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林俊杰是圈内出了名的富二代 有消息称他出身新加坡豪门 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一直被调侃不努力唱歌 就要被迫回家继承家业 不过真实情况和网上所传还是有出入的 此前网上传言林俊杰的爷爷是开航运公司的 爸爸是新加坡最大的电信公司股东之一 妈妈则是石油公司亚太地区的负责人 哥哥是瑞士银行亚太地区的副总裁 一家子都是精英 不过林俊杰的真实家境并没有这么夸张 他的爸爸确实从事电信相关行业 但并不是什么大公司的股东 而是白手起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而林俊杰的妈妈也不是石油公司的负责人 而是开卡了OK的 哥哥确实非常优秀 任职与欧洲体系银行 不过不是副总裁 而是总经理 也能称得上是精英 虽然林俊杰的家境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富二代 他曾承认自己家境确实很不错 所以说他即便不唱歌 也能当个潇洒的富二代公子哥 不过 家人给林俊杰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资产 而是乐理知识和投资理财的观念 这些都是爸爸传授给他的 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作为亚洲天王 影响力巨大的顶级歌手 林俊杰即使不靠家里的背景 也已经成为了身家破亿的富好了 1999年 18岁的林俊杰在一次歌唱比赛中 被海蝶唱片看中 当时他放弃了学业和海蝶签约 开始了自己的天王成长之路 他在海蝶唱片十年 这十年可以说是他的黄金期 见证了他一步步成为天王巨星 他的演出费用 也水涨船高 2010年 据江苏卫视透露 林俊杰平时一场上演的价格 最少就要40万元 如果碰上跨年演唱会 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几乎翻了一番 半个小时的表演 出场费就高达80万元 要知道 那可是十几年前 这么高的出场费 在明星中可以说是顶级了 2011年 林俊杰与海蝶唱片的合约到期 他也被各大唱片公司争抢 当时有消息称 华纳唱片开出9亿台币 吸纳林俊杰 对于签约金高达2亿的消息 华纳总裁并没有否认 而且最终林俊杰也与华纳唱片 成功签约 林俊杰之所以会被这么多唱片公司 争抢 甚至华纳总裁都坦言 签约金已经高到一个崩溃离谱的状态 还是因为他本身值得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 据华纳总裁透露 林俊杰一年就能为唱片公司带来3亿台币的收入 再加上他在亚洲各地开演唱会都是场场爆满 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可以说 林俊杰已经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了 他本人的收入之高更是可想而知 至于代言费 2011年他拍摄某饮料广告时 费用就已经高达百万了 2019年有台媒透露 林俊杰的身家已经超过了10亿台币 商演演唱会代言各取版权费 每年都有4亿台币入账 除了歌手这个身份给林俊杰带来的价值之外 他在投资方面也是很有眼光 尤其是房产领域 他早年曾在台湾购置了一套价值6300万台币的豪宅 没多久林俊杰就又花1亿台币 在台湾内湖区购入了一套豪宅 无论是环境还是位置都是一等一的好 2019年他又在内湖区购置了名流齐聚的某豪宅 根据内部资料登记 该户豪宅总价值约2亿台币 只算下来一瓶就要将近27万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林俊杰一口气购置了两户 总价高达9000万元 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豪宅了 而林俊杰也曾在直播中和大家分享了他的豪宅内景 宽敞的空间 豪华的装修 似乎是将两户豪宅打通了 连王嘉尔都忍不住惊叹 你家的厕所可能跟我家一样大 除了购置住宅之外 林俊杰还曾狂砸2亿台币买下了一套办公室 作为他的工作室和服装品牌的总部 总的算下来 仅仅是在台湾 林俊杰就花了高达2亿元投资房地产 可以称得上是圈内的地产王了 林俊杰也是非常有生意头脑 他算是最早一批发展副业的明星 早在2008年 他就投资5000万人民币 创立了个人潮流服装品牌 之后更是在上海武汉等地开了分店 专得盆满钵满 这么有投资眼光的林俊杰 当然也不会亏待自己了 不仅有豪宅 豪车也少不了 2011年 30岁的林俊杰在生日之际 豪至1600万元 购入法某利跑车 算是在儿历之年 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而早在2010年 他就已经狂砸700万元 购买了某笛豪车 他对豪车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认为车子代表一个男人的成就和品位 所以也特别舍得花钱 林俊杰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毋庸置疑 他能积累如此雄厚的财富 大家也并不意外 别看他这次炒房好像亏了不少 这钱对他来说只是洒洒水 被不少网友调侃是买菜钱 比起林俊杰亏了多少钱 大家更在意的是 他什么时候开巡演赚钱 既然亏了钱 那巡演就早点开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